中国国委员兼外长秦刚22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会见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他促请菲方妥善处理涉台涉海等问题 切实回应中方正当关切 马克思则表示菲方将一如既往克首一个中国政策 菲方将坚持独立自主不选边站队 秦刚传达了习近平主席对马克思总统的问候 表示中非建交以来的历程充分证明 相互尊重友好相处 重心手艺互利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汲取 面对新形式新挑战 双方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 为推进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确保中非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正轨继续向前发展 秦刚指出马克思总统今年年初访华期间 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确认 两国要做好邻居好亲戚好伙伴 希望非方与中方共同努力 实现这一美好愿景 希望非方正确把握历史大势 着眼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妥善处理涉台涉海等问题 切实回应中方正当关系 尊重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把坚持战略自主 不选边站队的承诺落到实处 中方提议进一步完善涉海联络机制 管控好局势 马克思则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非方将一如既往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非方将坚持独立自主 不选边站队 愿深化非中友好 扩大合作 加强沟通 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不使其干扰两国关系大局 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